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19日礼拜二的第六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所说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计划在8月份出访台湾 这单消息很快就引来了 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弹 《万球时报》前老总胡锡进 在今天下午发表了一条微博贴文 他就建议解放军的战机 可以在适当距离上边 伴飞着佩洛西的专机 并且还可以穿越台湾岛的上空 第二单消息 在日前美国政府批准了 另一次对台售武的方案 涉及的金额是超过一亿美元的 亦都是拜登上台以来的第五次售武 大陆方面对此作出了强烈谴责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佩洛西访台的消息 怎样是激到大陆生虾一跳了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就引述了六名消息人士指出 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在今年八月 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亚洲 其中的一站就包括了台湾 佩洛西原定就在今年四月会访问台湾 和亚洲里面的其他盟友 但是他在临出发之前 就好不坏感染了新冠病毒 因此就迫不得已要取消行程 金融时报还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说白宫的一众官员 对于佩洛西一行人计划 在下个月到访台湾的时间点 是表达出忧虑 他们认为大陆的建军节 刚好落在八月份 而拜登和习近平 预计也会在八月或九月期间 举行时讯会议 白宫和众议院议长办公室 都没有对佩洛西有可能到访台湾的消息 发表任何评论 我相信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居多 因为金融时报很少放流料 佩洛西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出访台湾 其实就叫做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一来他就是要挽救拜登低沉的民望 只能够要对华宣示出一种强硬的态度 因为这些一向都是食虎位 对于在美国的民望支持度方面 二来其实也都是畏着民主党 在中期选举里面提前造势了 因为在美国近年的选举 无论是大选还是中期选举 其实那些候选人 无论是共和党的 或者是民主党的 在选前都会纷纷斗对华强硬的 个个都是这样说的 包括了在克林顿上台之前也是这样说 奥巴马上台之前也是这样说 个个都是斗硬的 但是到上台以后 到底还是不是这么硬呢 还是硬了去哪里去呢 那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我相信中期选举也是其中的因素 其实现在特朗普总统 在共和党里面的声望 仍然是非常之高的 他也极有可能会代表共和党出战 2024年的总统选举 我们看看纽约时报 虽然那份是左报 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们在日前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究竟共和党人 他们是倾向选哪一个做总统候选人呢 特朗普总统是取得了49%的支持率 就是一半的 德州州长德桑蒂斯取得了25% Ted Cruz取得了7% 这个参议员 Mike Pence 就是彭斯 这个前副总统 6% Mike Pompeo 就是前国务卿 就取得2% 所以大家看到的落差也很明显 特朗普就是一枝独秀 遥遥领先的 相信按照这个势头下去的话 特朗普总统也是极有机会的 就是代表共和党出战的 势头这两个字 有些人就说是大陆用语 麻烦你先查一下字典吧 很多古书都有用过的 唉,我免得认这些 好了,总之呢 就是特朗普总统现在仍然是气势如虹 尤其是在很多次的共和党内部的初选里面 他所推举的 他endorse的那些候选人 他背书那些 大部分都有赢的 虽然有部分的候选人就咬得很紧 但是最终呢,都要赏微的票数赢了 他所推举的那些大部分都是胜出 证明得到他仍然的呼声是很高 再加上中期选举一向都是作为大选的一个前哨战 现在拜登的民望这么低 所以佩洛西如果真的成功访台的话 应该都会提振到多少 但我不相信提振到很多了 因为拜登的政绩也是很弱的 好了,说回佩洛西访台了 究竟大陆方面的反应又是怎样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堅就说 中方是要求美方 確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 不得安排佩洛西访问台湾 要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他还警告 如果美方是一意孤行的话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就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了 说到好像命令式那样 不得安排访问台湾 否则就后果自负 到底中方是会采取什么坚决有力的措施呢? 就没有说明了 到底是抛浪头啊? 还是来了动真格呢? 《环球时报》前老总胡锡进 今天下午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帖文 可能透露了一些断例不定的 那老胡怎么说呢? 他说 我要进一步建议 一旦佩洛西访台 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的距离上边 伴飞佩洛西的专机 即是两只机拍起来都飞了 与佩洛西的专机同时进入台湾岛 跌过佩洛西那架飞机降落机场上空 然后就穿越了台湾岛再返回大陆 在这个期间 台军就断然不敢向我战机开火的 那老胡凡什么判断 说台军是不敢开火呢? 你如果有解放军的战机飞越台湾上空 他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发生? 分分钟等同于是开战的了 老胡说这些事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想提前武统台湾呢? 更何况就是 你说派架飞机去伴飞佩洛西的专机而已 一来台湾方面可能的空军都会有所防备的 你一飞越了台湾的领空范围 分分钟就会是开火都不定 二例 美军都不会让你这样做 是不是? 很没面子 整个解放军的军机陪着佩洛西专机在那里飞 可能美军方面就会认为 这样做是会对专机构成威胁 可能会变成开火都不奇怪 老胡说这些建议是不是真的? 会不会变成解放军、军队上台? 这些会不会算是低级红、高级客呢? 老胡还说 一旦解放军战机飞入并且穿越台湾岛 将会是一个比佩洛西访台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 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反而就要感谢佩洛西了 是他创造了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契机 打开了解放军战机对台湾岛行使主权的暂身空间 后面这一节全部都是FF来的 幻想而已,打飞机而已 你真的能飞进去才算吧 这些老胡就是这样 前半段是一个预言 后半段是一个幻想 当然很多小粉红赞好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些比较清醒和理智的网民走过去串他 比如说,有个网民就说 老胡啊,你太过看高我们的底线了 我们的底线是动态底线来的 有人就说,是啊,灵活底线 就是根本是串你 因为你老胡自己也说过了 之前有底线的 他其实先后多次都说 凡是美国的高层官员访台就要点点点了 或者美国在台湾有驻军又要点点点了 后来有些外国媒体报了出来的 真的有二十几个美国驻军在台湾 是专门搞这个军队的训练的 这是事实来的 至于有没有另外一些驻军 真的恒常的军队人员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团住了一群人去训练台军的 那些都是属于美军的人员 那是有的 胡赤俊之前都在大喊哨 结果呢,每个东西都落空了 现在又讲这一样东西出来 在那里发压风 连那些大陆网民有部分都不信的 好了 有个人还过瘾 他说 修围未到位就走上去打擂台 好容易被人打爆的老胡 就串他了,不自量力 好了,另一个网民还过瘾 不怕的,老胡,我为你献计 只要给佩洛西一个红马 那他就到不了台湾了 这个摆明就是曲线的 抽水的 但是很多人是给他一个赞好 根本上这些又是 揭示了大陆那些 滥用健康马的情况 那老胡就没有回应 对于这些事情 全部都... 就是拿来养衰出丑而已 说完这些事情就... 他基本判断也有错误 整个解放军的飞机 飞越台湾岛上空 唉... 我想在二十大之前 一定都不会是对台动武疑的 好了,跟着下去 我们又看看另一单的消息了 最近中美就着对台授武 又再唇枪蝕剑了 在一日前 美国政府批准了 对台湾出售价值超过一亿美元的军备 包括了有战车 维修零件 和后勤技术的支援 是美国今年第四度的对台军售案 也是拜登上台以来第五次对台授武 台湾当局表示欢迎 军售协议会在一个月之内就生效了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就表示 今次军售案的目的 可以令到台湾维持军事能力和军队现代化 符合美国的国家 经济和安全利益 增强了台湾和美国以及其他盟友的军事协同能力 维持区域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 至于大陆外交部 继续坚决美方对台授武 又是批评他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 又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严重错误的信号 来到今天 赵立坚又再说一次 他再次就着美国的新一轮对台军售计划 重申了中方的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要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还说 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单方面炮制的国内法 严重违反公认的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 同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背道而驰 中方从未承认也一贯反对 美方根本上 没有资格拿着一部这样的国内法 招摇过市 干涉中国内政 向台湾出售武器 美国执意对台售武 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器业 会推高台海的紧张局势 奉劝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售台武器 和美台的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 一直都是在这里靠客 靠炮狼头 实际上究竟 美国对台军售之后 他会有什么后果才行 我也知道 就是赚了钱 除了赚钱之外 中国可以对美国做什么呢 就着这件事 除了在这里吵两句 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那没有了 大概就是这么多 至于大陆的国防部 也有话说 国防部发言人谭黑菲就说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一切对台售武 和美台军事联系 否则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两军的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 就会由完全美方承担 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 美方也预计了 究竟有什么后果才行 除了在这里喊几句之外 暂时也看不到 老虎说的建议是否真的会做呢 我也不觉得会做 二十大之前一切就讲求稳定 无论是国内也好 国外的因素也好 我觉得一切都干扰不了 一定就是要平稳地搞二十大 勝利闭幕才会有再下一步的行动 否则的话 现在有事情要搞? 我不太相信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